各位朋友,歡迎來到廣州土著頻道 今天我們要講的主題是 如果男人沒有遇到一個好的妻子 這個男人的下場會是怎樣呢? 我會先跟大家講一個小故事 這個小故事大家既熟悉 又精彩 如果你喜歡廣州土著頻道 和今天所講的主題 希望你在留言區裏面寫上一 這個是對我們做好這個頻道的最大的鼓勵 多謝 現在故事開始 首先我要講的就是 一個男人 如果他沒有找到一個好的老婆、好的妻子 首先他很善良 很包容 很心軟 亦都很顧家 但是到最後他的一生 一定會毀在自己的老婆手裏面 武大郎 大家都很熟悉 武大郎 是不是 他自己做小生意的 他的弟弟 是當官的 武大郎的老婆 潘金蓮 生得實在是漂亮 周圍十里八鄉 沒有人說他不漂亮 武大郎賺到的錢 全部給了潘金蓮 武大郎唯一的缺點就是 生得矮 他也知道自己這個條件 所以拼命做小生意來賺錢 雖然這一輩子也發不了大財 但是起碼也叫做衣食無憂 但是可惜的是 武大郎給他老婆 潘金蓮 一碗 毒藥 就將他送上了西天 武大郎的弟弟武寵 為了幫大哥報仇 最後連自己的前程都毀了 被逼出家做了和尚 結果整個家族的鄉貨都斷了 這個故事說明什麼問題呢? 適合找老婆 除了要人品之外 還要門當戶對 門不當戶不對 這麼差的條件 找個這麼漂亮的老婆 絕鬼是必然的了 我又在這裏和你們說一件真人真事 我有一個朋友 魯華喬 在美國做產館生意 做了幾十年 可能兒子生得癌癲 一直找不到老婆 產館的伙計 介紹了一個女孩子 給這個產館老闆 你的女孩子 是東南亞某個國家的人 具體哪個國家 我就不說了 這個女孩子和老闆見面之後 互相都很喜歡 然後嫁往了一段時間之後 就結婚 和搞了這個女孩子的移民 過了來美國 這個女孩子很精怪 得到了這個魯華喬的歡心 魯華喬很放心 叫這個媳婦 也就是這個女孩子 這個媳婦 就管理餐館的帳目 和收獎 但是過了兩年之後 這個女孩子 不要說女孩子 變成女人 這個女人 就提出要離婚 其中一個條件就是 要三十萬 加一間屋 老闆 當然是不行 幾十年的心血 積極 全部給你 那就找律師 律師跟她說 沒辦法了 你那些證據 被人炸住了 如果她一告上去的話 你不單止 連錢 屋都沒有了 還有可能要收獎 律師跟她說 你只能夠私下 跟這個女人商量 看看如何解決 到最後商量的結局就是 二十萬 加一間屋 就是因為一個女人 老華僑一家人 幾十年的心血 就是這樣 白做了 全部沒有了 這個婚姻可以說是 門當戶對 雖然是門戶戶對 但是女人品不不好 所以如果你說男人 沒有遇到一個好女人 沒有儲到一個好老婆的話 下場真是好淒慘的 我們又來講另外一個男人 又是香港大明星鍾振圖 她曾經有一段婚姻 使她從富豪變成富翁離婚的時候 欠債2.5億 後來鍾振圖在2014年 61歲的時候 跟她的新女朋友 細她19歲的范姜結婚 范姜在明知道鍾振圖負債2.5億港幣 在宣佈破產時仍然不離不棄 出身在台灣桃園望族的范姜 在生活上通過自己種菜來節省開支 同時開明星二手服裝店來賺錢 在四年之內 幫鍾振圖還清債務 還為她生了兩個女兒 你看看 同一個男人 前後找到不同的老婆 結果完全不一樣 所以可以這樣說 我不管你是什麼男人 就算你很善良 很有能力 也都很顧家 但是如果你沒有找到一個好老婆的話 你肯定沒有什麼好下場 但是 如果你找對了另外一半的話 可以這樣說 你想不輝煌 也挺難 吳馴 我跟你說一說國際知名導演 李安的故事 我們大家都知道李安是眾多國際巨星 都敬重的知名導演 李安是紐約大學 電影研究所的碩士 他的太太 林維嘉 是美國伊利諾大學的生物學博士 兩個人的風格完全不一樣 但是兩個人在1983年的時候結婚 林維嘉在畢業之後 就來到紐約醫學院 身水非常幼厚的研究所工作 而李安當時是沒有工作 沒有收入 在家裡 講句俗話 就叫做無所事事 蹲了6年 在做什麼呢 到處找製片公司 找機會拍電影 平時沒什麼事的時候 就是看書 買菜 接送小朋友 久不久 或者出去開車 賺點零花錢 6年來 林維嘉就是家裡的經濟支柱 對李安 毫無怨言 有人這樣問他 你有沒有覺得自己嫁錯人 林維嘉是這麼說的 我一直都非常尊敬他 我也都從來不覺得自己嫁錯了人 時間一場 李安被現實壓迫到覺得自己都不好意思 就偷偷改行學電腦 他的太太林維嘉知道之後非常生氣 對他說 學電腦的人這麼多 又不差你李安一個 就是這樣 他非常尊重和肯定李安的理想 這真是難得 在現代的家庭裏面 雖然很多人是高富男女平等 但是如果你說一個家庭的經濟 主要是靠一個人去支撐的話 都是十分沉重的 往往在這種庭言之下 就會產生很多家庭矛盾 如果好像李安的一種家庭方 在普通人裏面的話 太太一定會有不少的怨言 甚至有可能放肆或苦 到最後搞到兩個人的婚姻 雞飛狗跳 並因為有太太林維嘉的支持 最後拿了不少電影大獎 所以找到一個好老婆 真是十分重要 不單止好老婆 可以在生活裏面 給你輔助 而且在事業上 支持你 可以這樣說 一個優秀的女人 可以成就一個優秀的男人 俗話都這樣說 以我這個歲數來看世界 我就發現有錢 又過得好的男人 又有一個共同的特點 一定會有一個好老婆 為何人家會找到好老婆 而我們普通人找不到呢 原因是找老婆的標準不一樣 普通人很簡單 漂亮就可以了 但這些有錢的男人就不一樣了 他們的標準是這樣的 第一 要大器 要有格格 要支持男人的事業 第二 是一個有正能量的女人 能夠發掘出老公的優點 不斷鼓勵老公 第三 這個女人 能夠為她的家 帶來良好的家風 因為良好的家風 可以旺三代 如果一個壞的女人回來了 不單止不能夠旺三代 說句不好聽 壞的女人 分分鐘可能會 毀九代 所以找到一個好老婆 真是十分重要 不單好老婆 可以在生活裏面 讓你輔助 而且在事業上 支持你 可以這樣說 一個優秀的女人 可以成就一個優秀的男人 俗話也是這樣說的 女人是男人的學校 就是這個意思